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安歇主,是给我们一个阳光普照的安息日。 弟兄姊妹可以在会堂一起来圈拜神。 每一个安息日都是喜乐的日子,也就是我们得福的日子。 愿主祂的恩惠也们同在。 现在小弟奉主耶稣圣明来谈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 这是要继续我们从昨天开始的主题,有人来问耶稣。 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有许多人特地来找他问问题的。 有人是专门来找麻烦的,要来试探他。 但是其实也有人真的想要了解耶稣所讲的天国的福音的。 我们今天早上就来谈三个人,他们来问耶稣。 那他们所说的都跟永生有关系的。 因为要得永生,如果没有遵守神的话是不可能的。 主耶稣基督他来,在约翰福音就说,他是要赐给人永生的。 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在布道会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用道的。 神爱世人,顺着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第十七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我们就看到这里,主耶稣来了,完全信他的要得永生。 主来了不是要定人的罪,是要让我们得救。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得永生,跟得救,他在这里是同意识。 那这里,得救的意思就是从罪里面被救出来。 本来人是在罪里面挣扎的。 现在主耶稣来了,他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拉出来。 那拉出来之后,你看这里就是得救,他现在还要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 我们现在活在世上,我们是有这个肉体的生命啊。 这个肉体的生命有一天会朽坏。 因为我们人从尘土被造出来,有一天也要归于尘土。 但是当肉体归于尘土的时候,从神来的这个灵,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要重新领受,要进到神,回到神那边去。 所以第十八协说,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那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就是本来就在罪里面。 在罪里面,最后结局一定是死亡。 但是信的人就不会被定罪,就是要得救。 那现在这个神所派来的这个儿子,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了。 那其实他就是神自己本身,带了一个独生子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角色进来。 让我们可以了解说,什么才叫做神的儿子。 做什么才能够真的成为神的儿子。 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子,我们必定有永生。 因为我们的父亲就是那个天父,祂是永远的生命。 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五章的第二十四节。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 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人就要活了。 二十六节。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的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你看这里,两次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又听我话,这个是儿子的所说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是这个天父。 他就不会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也就是说,就是离开死亡,进入永生里。 这是主祂宣告,也是应许。 那时候到了。 现在就是了。 现在使人听见神的儿子的声音,听见就活。 所以这里的听见,不是像听新闻听听就算了的。 听见表示,听了要去做的。 是真正听进去的。 知道说主耶稣在讲什么。 那什么叫做得永生。 要怎样做才会得到。 我们现在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主传福音的当时代,许多神的选民他们都很熟悉当时候的旧位圣经,就是他们的圣经,就是我们现在的旧位圣经。 他们其实是很在意在读神的话的。 我们来看第十九章十六节。 十六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 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这一件事情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在当时候其实他是很让人羡慕的啊。 年纪轻轻的就是财主。 他又财主啊,又是当官的,又有权柄。 所以今天你看多少人,他们透过各种机会,期待说能够,他们说能够有足够的财务,可以提早退休。 好,那如果有时间,他接下去就参与这个政事。 然后就开始发挥影响力。 你看多少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争足,其实就是为了这些东西。 通常都离不开财富、民生、影响力。 就是要有钱啊。 所以多少人今天用各种方法,希望能够变成有钱人。 然后之后就要展现他的影响力了。 这个人其实是这样子的。 他来问耶稣。 他是带着一个期待来问主。 他说,夫子,老师,我应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他所问的话其实已经说明,他事实上是,他想要得永生。 就是有永生很重要。 因为现在有钱,或者是当官,有掌权,这个都是暂时的。 他想要有永生。 那他现在也承认说,他自己是没有永生的。 如果他有永生,他就不会这样问啊。 这个人不是来刁难,不是来故意试探耶稣的。 好,那他的概念里面,他所问的话又说明了,他认为说,我做善事才可以得永生。 那他现在不知道说应该做什么善事才足够让他够资格得永生。 这个,所以通常他问的话,你就知道说他的观念是什么。 那其实主,他当然知道,他马上看出来这个人的问题啊。 好,那接下去主就一一地教导他。 第17节,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 只有一位是善的,这是至善,其他的都不是。 好,然后,所以主耶稣是应该定义说,要搞清楚什么叫善呢? 好,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所以,现在主特别跟他强调说,你为什么称我,其实这一句话有不同的操本。 他说,你若是,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只有一位是善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我们今天世人,没有一个是异的,没有一个是善的,每一个人在罪里面哪有什么好。 表示说,现在要注意就是说,只有神才是善的源头。 对,神,一切的善都要从神来了。 今天有时候,很多人也在追求要做善事。 但是善事哦,不是真正的善,他后面有目的的。 一时的善,容易,但是要一辈子都行善事,这不容易了。 这个人现在有需要,我有一些能力,我帮助他,这行善事。 但是,这样的帮助能够维持多久。 那又能够扩及多少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善能力都有限的。 我们人又在转变啊,我们人时常每天都在变化。 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这件事很好,这个应该帮助。 但是,下一个时段可能不是这样想。 因为我们人会变。 但是,神是不会变的。 所以,习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是永远不变。 神的善永远不会褪色的。 所以,只有一位是真正善的源头,就是神本身。 然后,所以,其实主的意思是说,你今天如果离开了神,其实是没有善可言的。 所以,只有一位是善的,要记住。 真正的善,一定是要跟神联系上有关系。 我们今天要帮助人,你说我们常常讲,你给他一条鱼,你还不如叫他怎么钓鱼嘛。 好,我们今天帮助他一个善事,这个时候他需要。 但是,以后呢,他要找谁。 所以,真正能够持续下去的善,就是要他跟神有连接。 好,那所以,现在主跟他说,你若要得永生,就要遵守诫命。 这就是要引导他的那个失序,然后真的去想说他应该做什么。 你看,主他是用那个假设以去,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 你如果真的是想要,你要知道我们有时候人问问题,有时候随便问一问。 不是当真的,是问问你的意见。 今天有很多人是用这种想法的。 但是主,他看到人的心呢,他就说,你如果真的想要得永生,这下去你应该这样做。 一样,我们现在先跳过去看第二十五节。 你看,门徒,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结局,这个人后来走掉了。 当这人走掉的时候,彼得,门徒他们就问很稀奇的,跟主耶稣说。 一二十五节。 这样谁能得救呢? 因为主耶稣是说,这个财主要进天国是很难。 那他们就,当然这个有钱人走掉了嘛,他们就很,很, 主耶稣讲的话是说,那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啊。 那二十五节,那门徒就说,那这样谁能得救。 好,那我们现在就看,最开始这个人是说要得永生。 主耶稣告诉他怎么做。 好,之后他走掉了。 然后主耶稣说,财主要进天国很难。 好,所以现在永生跟进天国。 好,要进天国,然后现在门徒的想法是说,那这个叫得救。 就是说真正的得救。 不是只是说,我今天在世上有一个困难,我就被救出来,我离开那个困难。 这个叫,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得救。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永生一定跟进入神的国度有关系, 而且这个叫真正的得救。 这个是跟灵魂的归宿有关系的。 好,那主耶稣你看,他对这个人说,你要得永生很简单,你遵守诫命。 好,那他就说,那什么诫命啊? 好,那主接下去所讲的话,基本上就是十诫里面的后面五诫。 因为第十九节说,要孝宣父母,这是第五诫。 好,那第十八节说,不可以杀人,第六诫。 不可以监添,这是第六诫。 不可以监添,这是第七诫。 不可以监添,这是第七诫。 不可以偷盗,这是第八诫。 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是第九诫。 这是第九诫。 好,那第十诫大家记得吗? 第十诫是什么 因为它这里没有写啊 第十诫如果你去找出埃及记二十章 它是写什么 它说你不可以贪念别人的房屋、田产、妻子、儿女 牛羊不悲不是你的人就不要去贪啊 要小心不要贪心 那今天你看主最后他补了一句说你要爱人如己 今天如果贪心的人很难爱人如己 最好我都有别人都没有没关系 所以有时候那个贪心的人 他会变得真的变得很自私的 他都只有想要自己不会想要别人 所以主他基本上跟他讲的就是 这个跟人有关系的这个诫命 那为什么前面第一阶到第一阶到第一阶段不讲呢 这个人他其实是守律法的 他从小都知道说要敬畏神、独一的神 不可以拜偶像 不可以妄称神的名 第四阶说一定要守安息日 所以主耶稣跟他强调说你要小心你跟人的关系要能够做得对 好啦,这个人听完之后 第20节就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 那还缺少什么 基于他的观念里面就是说 所见命这个我都有了,那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没有问题啊 他其实讲这句话 其实意思是说他是很有把握的 他不会觉得说他除了这个之外 他应该要再尽会做什么才有办法得永生 其实他这样想 主耶稣说 其实你知道我在马可福音里面 你就看到主看着他就爱他 然后就跟他说 你如果愿意做完全人 第21节说 你要这样做 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然后有财宝寄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主耶稣最后在第19节补上的一句说 你要爱人如己 那 所以 其实他 他当时候不会认为说 他 他爱的不够了 好 那现在主跟他说 你如果要做完全人 一样哦 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疑问 就是一个假设 你如果要真的成为完美的 那你现在 就真的要去 将你所有的去分给穷人 然后 去把这个财宝寄在天上 那意思就是 主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在地上很互有 但是你在天上 其实不是 你是贫穷的 还是贫穷的 那主跟他说 你若要做完全人 表示说 他现在认为说 他已经遵守了这个诫命 在主的眼光里面 其实这个 不叫做完美 所以耶稣说 如果只是手 记命 就是说 这个白紫黑一次说 这个不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我做啦 我都照样遵守啦 那我们人人者会说 我都做到了 但是主说 这个还不够完美啦 但是主说 这个还不够完美啦 就是说 如果人只是想说 我遵守诫命 这是律法上写的说 哪一条哪一条 我这样做的 这个在神眼中 这个还不完美 这个其实是 人该尽的义物而已 那现在主跟他说 你要去变卖所有的 去分给穷人 好 那现在 为什么他不完美 就是说 你如果要做完全人 你还不是完全 原因就是什么 因为你一直想要 拥有更多 属住自己的东西啊 那你现在 你现在要 采取一个改变 你现在去要 分给一些人 然后你如果这样做 就有 就有财宝寄在天上了 那表示说 现在 他现在 如果真的造主这样做 那这个财宝寄在天上 就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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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说 我今天要 要得到永生 我天上 一定要付足了 这是主为书的意思 所以 耶稣 在告诉他 如果他有财物 在天上 他会有 财物 在天上 那 你 你 你 所以 天上的财富 是要怎么得到 是要 转变地上的这些财富 展现爱心 所累积则成的 这是跟主为书他所说的 因为我们在地上的这些财富 会有虫子摇 会有小偷来偷 财富如果只是在地上 有一天会消失 会失去价值 但是如果把这个财富 把他转成 到天上去的 把他 放到天国里面 就是借着这个 帮助 帮助人 就转成在天上了 就永存了 你看主为书他不是这样说吗 你看他在马来文第六章 第十九节 到二十一节 这个就论真财富 不要一直只是在地上积攒钱财 要把钱财积在天上 第二十一节主的意思是说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如果我们现在把地上的财富 都把它转成在天上去的 我们整个心都会在天上 我们都会想要向往进天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把从神所得到的 把他用在主的身上 造主的吩咐去做 所以要记住我们要做这个转饭 这个就是奉献 这个就是照主的吩咐去行我们该做的善 好 看回来 在第十九章主最后跟他说 你还要来跟从我 你现在整个心 你说我现在把我的财富分给穷人 但是你现在重点是你心里在想什么 保罗在哥元多前书十三章他这样说 我们看哥元多前书第十三章 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这里是保罗用了假设我如果能够怎样 第一节是说我如果有 可以说万人的方言就是他非常有才华 第二节说我如果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非常有属灵的智慧 又非常有信心 全辈的信能够移山 第三节说我如果有这个 我能够把我所有的都把它周寄给穷人 而且还不止这样说我舍生叫人焚烧 这个已经非常非常不简单了 他把所有的周寄穷人又愿意舍弃生命啊 所有这一些保罗都说 就算做出去如果没有爱这一切根本就没有价值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做这样做做到这个程度又没有爱那是有什么 我可以说万人的方言我可以有信心 那我又可以这样子愿意周寄穷人 请问目的在哪里 所以你看保罗他的用意他是要强调爱到底多重要 所以现在你看主跟他说你还要来跟从我 表示说其实真正重点是这当中要看到主为书基督 他如果彰显爱 主做这一切基本上都是处于爱而做出来的 就是如果没有爱 主你看天上的神 他为什么要来到人间受苦 所以我们才会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奥秘 他成为他成他神成为人又成为罪人被钉死之下 这个叫做爱什么叫做神的爱 就是今天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 其实就是要看到这个爱是何等的珍贵 如果有主耶稣这个爱 其实主所说的这一切都容易的 他就可以放弃 就像主放弃他离开他天上的宝座 他放弃天上的这个荣耀 他成为卑微 所以最重要就是他要能够看到主 他心里面要真的想要去活出主耶稣的 所呈现的这个爱的生命 你来跟从我 那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 他过的是没有放枕头的地方 到处去传福音漂流的 那主又是都被人家讨厌的 很多人都故意要找他麻烦 所以跟从主不是享受荣耀 不是说哇这样子到处被人家这样子捧到天上去 也就是说接下去是要忍受苦难 主耶稣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所遭遇到的 相信这个人应该很了解 当主耶稣这样讲 他就把永生跟他说 永生跟耶稣联系在一起的 你如果要得永生做到这一切 最后一步一定要跟从耶稣 因为如果跟从主 这个就是所有善的源头 这是生命从他来 跟着他 永生就没问题了 跟着主耶稣的教训去走 最后在这个世上的生命就是变得很丰盛的 虽然可能 别人看来没有什么财户 甚至会被人家轻视 但是没关系 所以主耶稣已经跟他明示说 永生是要怎样才有了 很可惜 19章22节 这个少年人听见这话 就悠悠丑丑的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产业很多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说 这个产业多 其实接下去主说 财主要进天国很难 就在这里 主耶稣你看他只是这么清楚 这个人最后走掉了 这看到一个我们料想不到的结局了 他这个人他其实真正想什么 他其实不是真的要得永生 他也不是真的相信主耶稣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想法 就是说他认为很重要的 他放不下 他认为所拥有的 他放不下 所以我们都说 如果放不下就得不到 要愿意舍去才有办法得到 所以中文说舍得 要舍才得 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时候 我们换不下就得不到 我们今天要得到属灵的能力 要怎样 要愿意把我们的时间放下来 在神面前 把世事的事情分放着 跪在神面前 我们要真的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要愿意放下我们的观念 然后要来遵守主所说的 照着去做 所以主耶稣他最后跟门徒说 这个财主进天国很难 其实 主是说 这个在人不能 但在神凡事都能 因为门徒他们就是很自然的想说 那这样要怎样谁能得救呢 如果真的愿意来跟从主的 是绝对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 我们现在信仰到底在追求什么 那主耶稣讲的这个要遵守诫命 然后最后还要来跟从祂 要爱人如己还来跟从祂 所以得永生跟诫命有关系的 跟从主有关系啊 跟我们看待这个世上的这些 这一切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有关系啊 好,我们现在看马太平第二十二章 来看另外一个人他来问耶稣 他来问就是有目的的 第二十四节 二十二章的第三十四节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度该人的口 他们就记起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 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 三十六夫子 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 三十七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 三十八这是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的 三十九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四十九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宣誓一切道理的总纲 这个当时候犹太人哦 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把整个律法哦 把它归纳六百一十三条 六百一十三条里面有两百四十八条是你一定要这样做 三百六十五条是你不可以做这些 三百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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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外基西二十章所寫的,希伯蘭文每一字計算,全部的字就是六百一十三字。 那這個摩西五星裡面所整理的,告訴我說什麼應該做什麼不能做,他們就會把它整理歸納出來,一共這六百一十三條。 那這個當然這個教法師,這個法利賽人他是很懂的,所以三十六節他是說,律法上的誓命哪一條最大? 好,那本來這個誓命,這個誓命有大小,這個本來主耶穌就講過的。 馬太文第五章,從第十七節到二十節,這裡就是主在講成全律法的事。 主,他說他來不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是要成全。 第十九節說,無論何人廢掉這誓命中最小的一條,又教訓人這樣做,他在天國裡要成為最小的。 但無論何人遵行這誓命,又教訓人遵行,他在天國裡要成為大的。 好,你就看到說這裡主說,這個誓命當中最小的,你如果把它廢除了,然後就教訓人,又這樣做,在天國是最小。 其實,你看這個律法這麼多條,人如果想要藉著行律法而達到完全,然後得救是不可能的,因為犯一條就犯眾條。 所以,今天,你看,主他說他來要把這個誓命成全,成全在他身上。 那,主就跟他說,那個最大的是什麼?你要盡心盡盡益愛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第二條也是一樣,愛人主,是跟人有關係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你一定要先把,用你的整個人去愛神。 把神當作生命當中最重要的。 然後接下來,要用這樣的愛去愛別人。 但是,愛人主沒有要求我們說要盡盡盡盡盡益,沒有。 對人,他說要愛人如己。 表示說,我們真的本身要知道說,我們的生命是從主來的。 我們會懂得,會懂得珍惜我們的生命。 我們會照顧我們自己。 我們知道什麼是好的。 然後,要把我們,要這樣的精神去,也去關心別人。 這個是,利未記十九章裡面,律法裡面特別強調說,愛人如己。 所以,現在主他特別強調說,你今天對神,一定要把祂擺在你生命當中最重要的部分,要全心全意。 主在馬來福音第六章說,我們如果先求神的國神的義。 我們所需用的,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祂都要嫁給我們。 那,我們其實今天如果能夠有什麼愛心展現出來,都是因為神先愛我們,祂的愛先讓我們的生命更新起來。 我們今天如果對主耶穌祂這個救恩有感動的,我們一定會想要回報祂。 我們來看一下哥林多前書第十六章,那如果我們不要這樣做的話。 哥林多前書第十六章,這是保羅的信他這樣寫。 看第二十二節。 哥林多前書第十六章二十二節,保羅最後他問安這個信要結尾的時候,若有人不愛主,這個人是可主可奏,主必要來。 他這裡講到,如果不愛主的人是可奏主的耶。 那其實哥林多前書,你看他講到最後,他講的就是最後那個從死裡護活。 我們一定要竭力多做主功,不會漏空。 那最後要領受這個生命的冠冕的。 那所以這個,如果愛主的人,他一定會盡力去做功的。 所以保羅最後提醒一句話說,如果有人不愛主,這個人可奏主。 那如果這樣的話,那又怎樣得永生呢? 所以今天我們真的要去好好地想說,主祂所告訴我們的。 好,那主會書他的整個生命都已經展現說什麼叫做全心全力地去完成天父旨意的, 這一個在世上的生活。 主會書說,你看如果我們能夠盡力盡心地去愛神,又能夠愛人如己, 這就是整個誡命律法的總綱,總結在這兩件事情上。 所以主會書他的生命其實就在完成這個神的要求。 主來的是要成全,所以如何成全就是在主耶穌的身上看到。 他是如何地在意這個天父的要求。 他將他所聽到,在天上所聽到,都講給他的門徒聽。 而且還不斷地為他們祷告。 就是要讓他們真的得到永生的。 讓我們這樣子來查考神的話語,照著去做。 你看我們每天讀聖經,其實會讓我們對主的要求更明白。 我們也真的相信這樣做一定有永生。 我們最後來看約翰福音第五章,第39節。 約翰福音第五章,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做見證的就是這經。 我們今天查考,就位聖經、信義、聖經主所說的這一切話,真的是相信他所說的永生。 聖經裡面,都在為耶穌基督做見證,我們願意來跟從他。 不管誰來,都可以得到的。 我們來到他面前,得生命。 我們的生命是豐盛的。 我們在世上一定是蒙福的。 一起唱誓。 一百八十首。 七十八十四。 八十七十五. 至五十十五。